目前全世界做新冠疫苗研究的 其实它有一个核心 就是一定要找到 能够攻击这个新冠病毒 就是我们叫综合新冠病毒的疫苗 所有的疫苗设计 都是为了产生综合抗体 可是现在科学家研究发现 S蛋白 这是S蛋白 只要把它中和掉 就可以产生综合抗体 所以围绕着S蛋白做疫苗 做什么疫苗呢 做几种疫苗 其中有一种 把这个S蛋白的基因 这段基因插到一个腺病毒上去 使这个腺病毒在繁殖的过程中 能产生这个S蛋白 这个S蛋白刺激了人体 就产生了抗体 这就是腺病毒疫苗的原理 还有一种疫苗呢 叫MRA疫苗 就核酸疫苗 就是只有里边这个核酸 MRA 那把这个MRA取出来 接种到人体 这个MRA呢 整合到人的 B08细胞 那么这段MRA是表达S蛋白的 那么人体呢 又针对这个S蛋白也产生了抗体 这就是都是针对这个S蛋白的 中和抗体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这个全病毒 做成疫苗 给你接种进去 可是呢 全病毒它有病理反应 我们通过灭活 就是大量的 把它里边的核酸破坏掉 所以它表面只有这种结构 但是它没有核酸 它已经不能够再存活 它不能再感染细胞了 给我们的巴amos 5ang0 8000 2022218 4 5 5 500 6